另外起著這個離奇事件 我們帶來看到有一個月入 是6萬塊錢的男子呢 他去年想要以1243萬多元的價格 買下一個天母的法牌屋 但是最後他實際得標的金額 卻高出了1000萬元 結果付不出錢 他想要期購來撤搜 原本的拍訂價格 他就跟法官說了 自己是寫錯了是筆誤 當時是冥冥之中 有人抓住他的手寫下去的 不過法官並不踩信 至於訴訟呢 法界人士也認為 他想要限訴的話 機率也很少 屋子大門口已經拉起封鎖線 這間位在天母的法牌屋 曾經在2007年 因為強擊案件 裡頭死了兩個人 去年石林地院想要拍賣 一名男子參與投標 事後卻因為付不出錢來棄標 損失金額過大 向法院提起訴訟 我們認為他棄標 所以他跟法院提起了一個 確認買賣無效的 這樣子的一個訴訟 他最主要是認為說 他的投標好像有什麼樣的狀況 才會有這樣子的出價的 據了解這間法牌屋 底價1233萬多 男子原本想要加價10萬塊錢 以1243萬的價格來投標 沒想到標單上 卻多寫了1000萬 是以2243萬多 標下了凶宅 男子繳不出尾款 向法院提訴 希望能夠撤銷原拍定 奇怪的是 男子的標單上的金額 還是用國字書寫 很難理解 怎麼會犯下這麼大的錯誤 而審理過程當中 男子告訴法官 說是冥冥之中 有人拉他手寫的 不過法官並不采信 這樣的說法 他唯一能主招的方式 就是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 跟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 前幾次他必須主張說 向法院證明說 他當時的這意思表示是有錯誤 但他現在是把一國字的 國字的一寫成國字的二的時候 他如果要主張這個錯誤的話 首先他證明他沒有過失 但這個機率是非常低的 法界人士認為 男子想要勝訴 機率並不大 而這間天母凶宅 曾經因為賭債糾紛 凶嫌審其物 對有人開疆 造成兩死一重傷 輪文法派悟之後 又鬧出靈異寫標單之說 真的很不平靜 記者僅僅失誤 台北報道